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 2012年9月15日 连神法王卢盛雁在西雅图 传授遍境天不共大法 在法会开始前 为新人弟子做扶正的宝贵开示 现在呢 我们仍然进出于 这两个新人 他们结婚以后 相亲相爱 爱着彼此 中文王才会白 才会清水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 中文王有100个儿子 100个儿子 那就是祝福你们永远快乐 能够组织佛法的家庭 我们公愿 能够织佛法王 祈求佛光祝他 能够你们百年好 能够织佛法王 卢盛宴为新人扶赠的内容 在当天同时为超过 三千五百名的弟子 做骗镜天不共大法的灌顶 这是此生唯一一次 传秀和灌顶骗镜天 大家都非常珍惜 这五百年才一次的法源 在灌顶结束之后 许多同门在林务中心会场的外面 也拍摄到了天空 出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 骗镜天云彩 天垂异象 再在印证真佛秘法的不可自议 也有弟子灌顶回去之后 持送骗镜天的骤翰念 高王观世音真经 真实地看见骗镜天 见证的内容可参考真佛报 那个病是不可能好 是不可能在现在的科学来讲起来 到医学到现在为止 通通都不能好 但是他看到 那个韦斯 跟那个卡鲁塔把它剥皮 那个皮啊 皮啊 一层一层把它剥掉 一层一层剥掉 那就是在特别在驾驶它 希望它有奇迹 奇迹出现 在10月11日台湾的大鹏堂 陈沛涵堂主请求连身法王刺售灌顶时 也发生了非常感应的事迹 像今天我要给那个陈沛 陈沛涵 那在不在 在那边 对不对 那个有一个人 拿一张照片 拿一个那个信封 说他的他的亲人把走掉 是哪一位 你外婆 你外婆是啊 OK 那跟哪一张那个信封 然后我再印在头上 我就看到 韦斯努亚跟卡鲁塔 出现 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 所以我就跟你讲 今天来跟你加持的 不是我的本尊 而是韦斯努亚 他把你的那个亲人带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韦斯努亚 会出现这个样子 然后 我突然间才想到 哦 原来他来是为了 那个陈师姐 因为他有来 我在法会上讲 所以他来 所以才特别给他 做这个灌顶 所以我说奇怪 今天 但是我一想 啊 原来要给他做这个灌顶 所以他来 这个 我的本尊怎么不见 突然间是韦斯努亚 所以我就跟他讲 说 哎 是韦斯努亚 把你接走 把你那个 外婆接走 所以有时候 我在做那个 做这个超度的时候 哇 这一尊 哎呀 是圣母玛丽亚 对不对 这一尊是圣母玛丽亚 来接他走的 来帮他的 我一按 到最后他们中委会的人打电话到香港 那个人是在香港啊 打电话去问香港啊 香港的弟子是为一个朋友求的 哦 为一个朋友超度的 结果 问香港那个朋友 香港 你那个朋友是姓什么 他说他是姓天主教的 所以一按头 哎 是圣母玛丽亚来 把他接走了 结果他们中委会的人打电话到香港问这个人 说他到底是姓什么 结果是姓天主教 你看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认识他这个弟子 也不认识这个弟子的他的朋友 但是一查出来 果然是圣母玛丽亚 这是中委会的 在中委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圣母玛丽亚来接的话 是打接到偏近天去 偏近天已经很好了啦 偏近天已经很好了啦 已经已经印度三大神最高境界的就是偏近天啦 大自在天也不是在一界六天啦 对不对 大樊天也不是色界第一天啦 这偏近天就色界已经快最高天了啦 因为他先生是在印度出生的 他外婆也是印度出生的 他外婆也在印度出生的 他外婆也在印度出生的 好可怕喔 我也是真的好可怕喔 是圣母玛丽亚把他接走了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相印 对不对 原来是在印度啊 原来是在印度 印度三大神啦 他最高的啦 这都是感应的事情嘛 对不对 这都是有很多证明 很多证验的 所以当生活中的弟子还不错啦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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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一句老实话啦 你们没有信心的 你们要走也走啦 不会不会 你有信心的 你就留下来 没有信心的 你们就走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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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姚思金母 坦白讲姚思金母真的 从我从年轻的时候他照顾我到现在 他也舍不得骂我 他也舍不得骂我 因为我的本尊是姚思金母 姚思金母对我是最好的 经常跟在身边的 然后是阿弥陀佛地藏 对不对 三本尊 不然就是大威德金刚 这样子应该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跟我讲说 他是印度出生的 也不知道在印度五十年 所以他当然认识三大神 对 跟他熟了 所以我也无所谓 这个样子 其实地址跑很多走啦 乐得也轻松一点 也应该 我也应该要休息 不过是对大家不好 对大家有信心的 还是应该要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让他们走 这样比较好一点 不然再从中捣蛋啊 怎么样不太好 他们都走生 只要专心教我们就好 对啊 对啊 留下来的经典 留下来的经典 就是像莲花生大士 他虽然 这个进入西藏五十年 其实他所渡的 也不过是 二十几个人成就 二十五个 然后二十五个成就 那女性方面来的 五大佛母 还有两位 这个大佛母 就是那个 伊西丘噶跟曼达拉瓦 是两大佛母 其中还有三位 是五大佛母 另外 其中还有二十五个 是成就比较小的 这个佛母 那他跟他在一起成就的 一起成就的 也有二十五位 对啊 其实成就也不是很多 以前古代在度众生啊 大部分来讲起来都一百个两个 两百个都是这样子 没有像四尊一下子 这几万了 几万了 这个 所以那个图灯达好几讲说 我渡三百个人 都已经 清党 就已经把这三个人 三百个人通通不要 然后在你们要皈依的 再重新皈依 这样 那时候他被乱了 三百个人的时候 有的骂他是骗财 有的骂他骗色 有的骂他什么 那个信上都写的很清楚 还有人要罪杀他的 他说我渡三百个人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何况你是渡百万的 你说那个 一片大森林里面 哪里没有这个枯树跟枯枝啊 枯树枯枝一定有的 但是你枯树不给他铲除 他会影响旁边的树啊 他会 他说你必须要 祈福纯青啊 他是这样子讲 说一定要祈福纯青的 所以有这些人来帮忙 祈福纯青 实在非常感谢他们 很好 带饼干去送礼 切蛋糕 白饼 放一个奖状给他 炒米粉给他们吃啊 炒米粉给他们吃啊 谢谢他们这个样子 带领一些信心不够的人走 那也是好事 所以佛陀也是这个样子 佛陀渡的身重很多 大家都想领导那个僧团 所以提伯达多就出来 故意跟佛陀这个对抗 然后带走这个 五百 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就表示五百个出家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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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家人 都被他带走 这样 实在 人间就是这样 好 阿弥陀佛汉 各位观众 联申法王卢盛宴 将在2013年1月5日 台湾雷藏寺主持 不动名王护魔大法会 请您把握殊胜法源参加 同时在1月6日 由真佛宗中观堂主办 在中正纪念堂广场 联申法王卢盛宴 将亲自主谈 尊圣佛母护国大法会 现场并有大型尊圣佛塔 及开放大家造塔绕佛 两天详细法会的内容 欢迎您洽询台湾雷藏寺 049 2312 992 燃灯杂志是真佛宗最受欢迎的杂志 不但发行世界 广传真佛秘法 并且记录着当代法王卢盛宴 所有红法的精华内容 值得珍藏 新的一年 燃灯杂志迈向新气象 欢迎您加入护持的行列 详情请电049 2312 992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来把镜头转到北美 在2012年的8月17日 联身法王佛驾加拿大的 艾满顿 之后在8月19日 来到了Kalgeri 卡加利的白云雷藏寺 主持大日如来护魔 当天关于戒律问题 有着非常精彩的开示 应广大观众的要求 我们现在就来播出这段 联身法王卢盛宴 在白云雷藏寺的精彩内容 錬香蝉变十日 流民一下 三爹正逢山之 十六祖父大法阿拉哈 徒生大吉祥寺 敬禾寒神三宝 敬禾父母祖宗 大热如来 大吉祥正阿伯 十五和尔祥寺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在别地方清华的 这个网络的同盟 另外敬离我们的贵宾 另外最重要的 是白云雷藏寺 联名上司 这个所有的主席一件事 是白云雷藏寺 那这次就 联名到 联名雷藏寺 Eventon 跟这个卡布里 白云雷藏寺 就做了这两个地方 那么 金雷藏寺主要是 十人金刚的部门 白云雷藏寺主要是 大热如来 金台两部 我先讲一下这个 大热如来 在密教里面 大热如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尊 很重要 那首先呢 他是十三帝的佛 有两本金的 都是属于大热如来 跟必如这那佛 一本就是大日经 一本就是金刚顶经 那这两本金呢 就分为 一个是金刚戒 一个是开场戒 那它的缘由是 龙树菩萨 在南印度的铁堂 用这个戒 就是打开蝶堂 这个见到了金刚杀狗 金刚杀狗我们称为 五佛 五佛的寡王子 五佛的寡王子 是金刚杀狗 那就是属于 第六金刚旗 尊者 他掌握了大日如来 金开亮户 他交给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的传承 一直到了 这个三个人身上 一个就是金刚智 一个就是善无畏 一位就是悟空 三个人到了中土 唐朝的时候 开眼时间 到了中土 就传金刚戒跟太常戒 那么传到贵国老和尚 那时候日本的游邪生 游邪生的空海 到了贵国老和尚那里 贵国老和尚把金胎两部交给了空海大使 空海回到日本以后 他就变成金胎两部的这个中土啊 密教就没有 就跑到日本去 以后呢 这个日本的空海大使呢 就是所谓一灯盘照 我们就回到了中土 跟中土 所以就有遗传 那这个大日经 金刚领经 金刚剑 开场剑 两部的大法 这两部的大法 为什么一个大日无来 例如这那我 都成两部呢 一个是指阴 一个是指火 还是阴火 由因修行到火 由开场剑 就代表了因 那么金刚剑 就代表了火 一个是火 一个是因 其实两边的本尊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分别 一个是开始修行的因 一个是得到正果的火 开场剑 就是开始修行的因 金刚剑 就是修行正果的火 那是这样子的 那么跟战略之间呢 稍微有所不同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有这种运动 经典 金刚志 三五位 悟空 三位 传到中 魏国 传到 这个空海 接着魏国 传到日 日本 回到台湾 回到中国 那 就有我的师父 把这个福方 上师 他就一等回头 那么他有这个 大人如来 金胎两国的修行方法 那这是简单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金胎两国 金胎两国 其实 这个 没有九会曼陀罗 还有十八会 开始到了成生会 成生会 就是你得到了 从开始修行 一直到了成生会 有所谓的九会 跟十八会 这样子的分别 那么 我很高兴 那么 我很高兴 Edmonton 请您来当事 也很高兴 来到 Country 阿安 远远远上 那 神明金刚的悟魔 跟这个金胎两界的悟魔 希望都能够圆满众生的祈求 因为这两个话 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可以讲 所谓这个阿歇雷 我们阿歇雷就是教授书 那么阿歇雷本身来讲也就是上师 那么从第一个五方佛就是五位上师 到了金刚上佛是第六位上师 到了十尊是第七位上师 到了所有的上师就变成第八位上师 就是代表金刚上佛 所以这是一个传承 这是一个传承的这个话 大家要记得 那么它的源头来自于大日 从密教有人讲这个显教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 因为显而易懂 所以称为显教 那么密教是大日如来所说 金刚戒开场间 大日经金刚顶经 那么大日如来所说就称为密教 密教深奥男友 所以称为密教 所以显密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修行啊 跟着手借力也都是一样的 来到卡城呢 我就想起出来的时候 这个他的这个四大金刚四门城 现在一看 诶 师大金刚跑到里面了 这是持国天 这是欧文天 这是珍藏天 这是广命天 好 这四天王就在跑到里面了 万元的门神啊 听说很不好整理 所以他跑到里面了 这是我的印象 另外有一个印象 当年呢 当年呢 我在尼佛尔卡玛列切 卡玛列切 卡玛列切市 我坐床 这个佛佛认证就是要坐床 坐在这个床上 那坐在床上呢 那坐在床上呢 就拿着一个 然后我本是释迦摩列坡 表示 你要传佛的道 这个 Livu Mula Bram Master 圣连路 当年就算了 卡玛列切市的主持 他的名字 我记得很清楚 他叫做 卡成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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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卡玛列切 当时我在讲说法的时候 我在这个 卡玛列切市 坐床 认证佛佛 这个 西亚福的名义法师 我说是 卡成仁波切 坐证的 他在我旁边 他说 那个卡成仁波切 是卡玛列切 是 名义法师就讲 师尊啊 都要讲卡成啊 我说为什么 他就是卡成啊 他说卡文化很不好精彩 他说卡成 卡成啊 就是卡成 卡文化 卡文化叫卡成 所以这个 印象很深 对于 卡成 白银的宅审 也有一个小话是这样子讲的 还有几个人啊 在聊天 会聊到门啊 聊到这个门的问题 门啊 咦 这个甲就讲 我家的门啊 是木头做的 那这里有木门 木门 然后第二个 乙就讲 我家的门啊 是那个塑胶做的 化学塑胶做的 那就是塑胶 塑胶 塑胶 那个 这个丙啊 就讲 我家的门 是同座的 同 同座的 那就是同门 同门 那 那 丁呢 他说 你们 你们讨论佛啦 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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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那你家的人是什么做的 他做得很简单 他会说 刚做的 这就是 哪 呀 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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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